今天是5月21日,星期六 今日教會禮的讀經是《中途大時6》第16章1至10節 這裡說到保祿遇到大謬德,招收他為徒弟 接著他們去阿世亞,想去阿世亞繼續傳道 不過聖神阻止他們,後來他們去了馬其頓 聖神帶領他們去馬其頓 《若望福音》第15章18至21節 這裡耶穌繼續教導,門徒說門徒不屬於這個世界 因為他已經從世界揀選了你們 這裡耶穌寄望,門徒脫離這個世界的黑暗 是跟隨他的光明,而且是他揀選的 今天我看兩篇讀經的時候,這個觸動的地方是保祿到傳教的旅程 應該是第二次傳教的旅程 他有一種經歷,很轉折的經歷 看到他們有一種開放和應變的精神 特別是變通的精神 但是爸爸是希臘人,所以他們是混合的 他的身份是 很明顯是帝莫德沒有接受到割選的 不過描寫到保祿有一種很變通的精神 那些人似乎方便他去廣道 似乎方便他去廣道 方便帝莫德去傳揚福音 尤其是遇到一班猶太人 他們覺得他比較適合去接受割選好些 很明顯這個帝莫德就沒有 因為爸爸欺負人就沒有割選到 如果按照規矩,初期教會都已經規定了 接受主信仰的人就不需要割選 那為什麼保祿又要帝莫德去割選呢? 這就牽涉到他 我看到他一種很變通,很彈性 為傳教順利的緣故 為讓人接受猶太人,去接受他的身份的緣故 他就可以變通一下 即是從應該之中呢 即是他有一些可以有一些彈性的 就不是一定說我一定要 不需要跟隨這個規矩了 我就可以不需要跟隨 我就堅持不跟隨 跟隨割選的規矩 所以這裡看到保祿都是在全教那裡 他都有一份很開放的精神 很能夠調節自己 去適應配合傳教的氣氛 另外一樣,我看到他隨從聖神 就是他們在那裡遇到很多阻力 在亞世亞那裡 聖神在這裡說得很清楚 聖神阻止他們去亞世亞廣道 他們是想去廣道 所以我相信他們當時在第二次旅程中心 東南西北四的方向 他當然選擇去亞世亞 想好一點 不過那裡聖神不給他 當然遇到一些困難、阻力 不太順 後來他又想經過另一個地方 叫做米色亞地方 那裡聖神阻止他 他又是覺得不通信 最後呢 一個夢境 聖神的使者又讓他有了異象 夢到一個馬其頓人揮手 叫他去那裡傳教 所以他終於去了馬其頓傳教 這個過程呢 看到我 是很 很細緻的 即是說 他們傳教都不是那麼 未必那麼順利 也不是說 好像有個目標 有個旅程已經計劃了 我去這裡 然後去那裡 好像我們行程 我們去旅行 計劃了 我們訂了酒店 這裡 飛機去 轉去這裡 就住三晚 然後又玩幾天 然後又乘飛機去那裡 他們似乎 很多變化 這裡不行就去別的地方 這裡不行就去別的地方 這裡很留意到主的訊息 這裡很明顯是看到 他們很隨從聖神的那種大靈 這裡為我有點感動 對著我們的生命 我們其實有沒有這個 這個這樣的胸襟呢 或者這個胸襟 或者這種態度去 去讓主 和我們拿主意呢 因為我們自己 拿定了主意 我一定要 或者我很想去那裡 去不到那裡 覺得就是沒有路走了 這個就是 讓我回顧一下自己的經歷 我就 我就似乎沒有了這種 年輕一點的時候 沒有了 當然那時候還沒有信教 沒有了這種 所謂的智慧 或者能力 去 去辨別 或者去 去順其自然 可以這麼說 當時 身體都不妥 頭痛 讀書頭痛 都要停學 不過好像一路 好像 當時為我的一條路走 二十歲的時候 二十多歲 見到那些同學 我都讀書 我都要讀書 我都要 見到目標 一定要做工程師 我就一定要做工程師 一定要 這個 這個內心 有一個很 很重的聲音 一定要 沒有 沒有第二條路的了 這個 所以這裏讓自己 受到很多苦 當然另一方面 就是 有一種堅持 讓自己最後能夠成功 不過 付出的代價 都不少 所以這個一定要 還有 應該要這樣做 其實是 看到自己 過往 一段很大段的時間 其實是 給自己很多的束縛 綁住了自己 看不到 看不到有其他可能性 現在就 似乎好些 現在好些 尤其 現在成立了 靈火天地 自己又做了 靈修陪伴的事工 那都 似乎我都好像 我覺得自己都可以 放得手 放得心 一樣 聖神去帶領 尤其是成立了 靈火天地的時間 我特別一種 感受到聖神的一種 大令 好像周圍的 當時 有一筆錢 是不是 又 發生了一些事 有些人的 人才的一種 臨宴 好像我自己覺得 一種很大 聖神的一種 吹動 之下 成立 靈火天地 這個給我一種 很大聖神的 感動 走上 靈火天地的事工 不過到現在 發展了十年 靈火天地 成立了 2011年 到現在 第十一年的年頭 去年 這兩年 我們沒有了聚會 不過我們又發展了 網上 一些祈禱的會 這裏 我們看到 有時都不是關門的 都是 開放 尤其是我們 有一種精神 整個團體 能夠聆聽 聖神 團體的聲音 一樣我們 可以帶著 無論是自己的生活 或者自己的團體 能夠聽聖神的聲音 如果我們 時常願意聆聽的話 就好像寶錄那樣 好像 久了之後 我相信他都有祈禱的結果 他看到的儀仗 馬其動人的儀仗 相信他都是平日祈禱的一種火實 讓他可以 一些 很難 很難取捨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 即是 跡象 提示出來 他可以走一條 主願走他的路 我們可能每天的祈禱 我們的靈修 可能都 一點一滴都幫助到我們 比較清楚地看到聖神的一種安排 也都體會到主的旨意 在我們生活小事之中 也都在我們團體事奉之中 我們都可能看到 主在我們身上的一份計劃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讓我們今天祈求 都是求聖神 我們呼求聖神 讓我們 臨於我們身上 讓我們有一份 變通的能力 有一份 隨與而安 順其自然 尤其是 按照一納著的一種 原則與基礎 一種平心的一種 態度 不是偏重某一件事 某一件多於另一件事 而是聽從天主 對我們內心的一份 一份光照 一份啟示 以去決定我們要走的路 好 今天我們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主有各位